嗨,我是阿貴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Samsung Galaxy Buds Pro 建議售價6990元 不論是束褲開箱過的耳機中 還是阿貴自己用過的藍牙耳機中 都是這個價位帶綜合排名 第一名的耳機 這部影片應該也是 截至目前為止 束褲開箱藍牙耳機最長的一部 到底有多厲害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盒裝內容物有 Galaxy Buds Pro耳機一副 充電盒一個 Type-C充電線一條 包含耳機上共三副耳塞 充電盒維持了前一代 Galaxy Buds Live的設計語言 都是有如珠寶盒設計的潮流時尚外形 這次提供了新妹子 新妹黑 新妹銀三種顏色 新妹子 正面與開蓋後各有一個指示燈 Type-C充電孔在後方 上方一樣有Sansung的Logo 還有Sound by AKG 耳機本體同樣配合了三款顏色 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本體採用如鏡面般的亮面做工 珠寶盒打開就會有亮晶晶的珠寶 確實契合了珠寶盒設計的理念 三星這次在這個耳機上 可說是料堆滿滿 從外觀就可以略知一二 本體外側下方的麥克風網罩 主要功能是來降低風切聲 內側也有網罩設計的地方 這邊則是透氣孔 用來降低耳內的阻塞與不適感 銀色圓圈金屬是充電接孔 至於那個黑色圓圈是紅外線 離露耳感應器 束褲在之前的Galaxy Buds Live影片中 介紹了Buds Live使用了全新的配戴方式 不過為了要得到更好的 ANC主動式降噪效果 這次Galaxy Buds Pro選用了露耳式 這樣的選擇就先提升了物理抗噪效果 配戴上比Galaxy Buds Live更簡單 儘管多了露耳耳塞 卻不會在耳朵上突出太多 這點應該對於一些重視整體美感的人來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不突出Galaxy Buds Pro儘管有6.3公克 但重量都配置於耳朵內側與耳骨間 大大降低對於長時間使用的負擔感 而且腳盆帶著它整整4小時 拿下來的時候耳朵不適感 非常的輕微 主要還是露耳式的異物感這點免不了 健康提醒 使用耳機請適時取下耳機 讓耳朵休息 Galaxy Buds Pro是三星的極大層之內 不知道我是說極大層之座 功能非常多後面都會陸續介紹 這邊先提供簡易的規格 Galaxy Buds Pro採用藍牙5.0 11mm低音單體加6.5mm高音單體的雙單體設計 藍牙編碼支援SBC與泛用高音質的AAC 三麥克風加上語音擷取單元與抗風噪技術 ANC主動式降噪環境音模式 防塵防水係數為IPX7 Galaxy Wearable App支援 開啟ANC單次5小時 搭配充電盒18小時 關閉ANC單次8小時 搭配充電盒來到28小時 支援去無線充電與有線快充 音質聽感上 Galaxy Buds Pro表現非常亮眼 在前一代束護承說只支援到AAC 非常可惜 這次三星把AAC做到了極致 稱它為AAC的頂標絕對不為過 Galaxy Buds Pro中高頻很強勢亮眼 中頻人聲密度非常紮實 不僅唇齒咬合呼吸氣聲都很清楚 各位可以去試聽的時候 查一下一個叫做 The First Attack的YouTube頻道 裡面的鬼滅主題曲紅蓮華 當然裡面也有電影版的主題曲 阿妮奇沒有輸 Lisa的每一個聲音細節 以及力度 聲音情感的穿透力好厲害 我嚴重懷疑Galaxy Buds Pro內建DAC 不然AAC可以做到這樣的表現不合理啊 高頻樂器的聲音表現也很透亮 重點是人聲與樂器的分離度 也是這個價位帶目前束固聽到最好的 有聽過千本音這首歌的朋友應該知道 如果是強調重低音的耳機 往往在高頻樂器常常會被蓋掉 又或者小聲到難以注意 試聽時也推薦用這一首 不僅可以聽到明顯的人聲與各類樂器 樂器的方向同樣清楚 低頻是相較於前一代調整最多的地方 網友討論到Galaxy Buds Live會說低頻過多 有失AKG的調音水準 Galaxy Buds Pro做出了調整 讓低頻不過於濃郁 雙單體的加持下 讓低頻表現只在低音樂器嚴重時出現 尾音收得很乾淨 不去影響中高頻的聲音表現 還有一點是藍牙耳機很少會提到的音場 因為藍牙耳機的音場非常的小 這個幾乎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不過Galaxy Buds Pro用一個特別的方式 如果有機會去試聽的各位會發現 聲音從發聲單體到聽到聲音 那小小的空間 Galaxy Buds Pro都使用到了 通常很難會去注意到這一小段 單體到耳塞到耳道的空間感 它讓聲音更加收束在這個小小的空間 製造了小小小小的音場 試聽時可以再找一首Live系列的歌 那個小小現場立體感會非常的有感體驗 像是浪子回頭MV中的片段 聽起來立體感十足 除此之外還可以使用Galaxy Wearable App 裡面的各類預設好的EQ等化器選項 不論是強化低音還是強化高音 都可以滿足不同的使用者需求 要說Galaxy Buds Pro可惜的地方 那就是順態表現 有些音樂會使用快慢節奏的搭配 又或者是強勁的節奏 來帶動聽者融入那個氛圍 這些在Galaxy Buds Pro上 感覺會節奏偏慢 少了一種音樂的爆發感 試聽五月天的錄證曲 大概就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了 Galaxy Buds Pro提供兩段式ANC主動式降噪 使用者可以在Galaxy Wearable App中自行調整 建議一般人在設定中開D選項就已經非常明顯了 而高選項音壓感比較強 我深夜寫腳本時開啟了高ANC設定 瞬間我還忘了呼吸 Galaxy Buds Pro 官方表示Galaxy Buds Pro的主動式降噪技術 經UL認證可隔絕高達99%外界背景噪音 實測下來除了突發噪音外 長時間持續的底噪 不論高低頻都有明顯的消除 這次的環境音在APP上提供了四段調整 實測第一段就已經非常接近 你沒有帶耳機時的感受 後面三段則是大大增加了聽悄悄話的能力 其中第四段最高可以增加20分貝 此外新加入的語音偵測功能 可以在APP中選擇讓耳機偵測5秒、10秒 或者15秒偵測使用者說話時 自動切換成環境音模式 準確率高達95%以上 我猜應該是有類骨傳導技術的加持 才能有這麼高的準確率 通話降噪絕對是商務人士最在意的重點之一 Galaxy Buds Pro搭載三個內建麥克風 與語音擷取單元Sensor 效果如何讓我們看實測 我現在來的呼呼來做實測 現在各位聽到的是相機的收音 接近期要再聽三點數 購買Galaxy Buds Pro受透明保護殼 接下來聽到的是耳機的收音 接近期是3月3日子 購買Galaxy Buds Pro受透明保護殼 以上就是我們的通話測試 Galaxy Buds Pro在搭配自家Sensung手機時 在Galaxy Wearboard App的實驗室中 有一個遊戲模式選項 用鋼琴音樂遊戲體驗 阿貴體感至少應該是低於90毫秒的低延遲感受 這次還新增了Dolby Head Tracking技術 可以在耳機上體驗360度的音效 只要在YouTube有支援雙聲道或以上 就可以使用 不過很可惜 阿貴只有在台灣記者會現場體驗到 目前手上的版本在App中還沒有實裝 試用Galaxy One UI 3.1 EG S21系列 作為一款指標性的真無線藍耳機 具備氣無線充電跟Type-C接孔已經不意外了 再搭配Sensung Galaxy Note20 Ultra 5G的無線電力分享 更是便利100分 另外還有快充功能 充電5分鐘聽歌1小時 還有一些細部的小功能 像是觸控制定義操作 暫時鎖定觸控功能 朗讀通知功能等等 都可以在Galaxy Wearable App中找到 如果你是使用三星手機 還可以在螢幕小工具中找到 Galaxy Buds專用功能放在主畫面 最後想要介紹的功能就是尋找耳機 Galaxy Wearable App中 點選尋找耳機選項 它會連動SmartSync Find App 幫助使用者找回遺失的耳機 既然說到了SmartSync Find App 那就一定要順便提到發表會一起推出的 Galaxy SmartTag藍牙智慧防丟器 可以隨意掛在你需要的位置或是物品上 能輕易的使用SmartSync Find進行定位 並輕鬆的找到 還可以透過Galaxy SmartTag 進而找到遺失的物品 而且可以反向來找手機 只要輕按兩下Galaxy SmartTag 手機即會發出嗶嗶聲響 幫助你尋找手機 以上就是我們對 Sansung Galaxy Buds Pro的深度開箱體驗 各位對於這支耳機有什麼想法或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我是阿貴 掰掰